穿着救生衣,戴着安全带 怎知反而令工人走不掉 港珠澳大橋塌工作台 一死三傷一失蹤 在大橋地盤做了三年 過二十二歲的尼泊爾工人 星期三下午三點幾 和兩個工人一起在橋底離海面三圍 一個吊船式臨時工作台開工 三個一起被扯到海底 戴着浪船帶的阿波自己游上岸受了輕傷 但他和另一個工友就沒有那麼熟悉性 不見了人 連橋上面的兩個工人都被斷索打倒 四十九歲那個胸部受傷 三十一歲的就由腳骨折,兩個都情況嚴重 其他工友見到這樣馬上報警 消防和水警展開搜救 到晚上七點幾 先在海底换回他 那時他已經沒有上脈搏 送去北大魚山醫院搶救之後 證實不治 而和他一起跌下海 四十一歲的尼日利亞工人 到深夜都還未找回 這個出事地盤 就是被稱為血淚工程的港珠澳大橋工程的香港線工地 勞政署就說工地的工序已經暫停 和承建商跟隨事件 勞工處就說已經立刻派完到場 並發出臨時停工通知書 直到承建商消除有關的危害才可以復工